香噴噴Oday是台灣傳統小吃 這一家光是招牌就很有梗 我覺得那個老闆很操 就是柯P的爸爸就是柯P 招牌覺得還滿有創意的 這一條街最猛 最有趣的就是這一單 柯P 那個名字好亮 有顆傳聞香而來 更多的是被扛棒吸引 去Oday的中文諧音柯P 掛上賣柯P的爸爸 不僅搶搭柯P熱潮 微妙諧音更讓人印象深刻 老闆說 創意店名是大學生的巧思 沒想到改了店名後 業績也跟著有起色 他回去就把我取一個名字 叫賣柯P的Oday 人家看得好奇 感覺奇怪了 怎麼高雄市其境 怎麼出個柯P的爸爸 這一家日式料理 店名也搞咕嗽 取名瞞著爹 原來是因為老闆當初 瞞著父親創業 取作店名除了有深意 更讓人會心裡笑 就以為只是為了搞怪 然後寫這個名字 顧名思義就是我們老闆 他開這個創業的時候 就是直接瞞著他父親 然後北上開店這樣子 這感覺是 也不曉得是要賣什麼 毛筆還是一些紙質品的東西 而這一家寫字樓 不是賣毛筆字畫 賣吃輕食料理 外科醫院也不是真的能看病 而是咖啡廳 其他有趣的店名 像是老娘果汁 玉族服飾店 還有非比尋常的公仔店 店名五花八門 除了搭食室潮油梗 讓人猜不透 也是種另類行銷 這台北高雄 綜合報導 下一個